歡迎各位來到SCGallery 今天有兩位年輕藝術家 一位是陶瓷的Banny 陶平安 另一位如果大家有印象 其實去年J Lau在這裡做了展 很多挑剔的藝術品 歡迎劉偉 你好 他們兩位平時都很斯文 說話很小聲 今天要大聲一點 這次是否你們兩位第一次合作 應該是 第一次 感覺如何? 你說說你對J的看法 我覺得他第一次合作 有我一字 我們跟密契挺好的 雖然中間是聊過幾次 但是我們都是分開做的 但是分開做的時候 我們有大概定一個 framework 然後在那個框架裏面 去各自做回自己的事 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有些位置是 沒有聊過 但是大家不約而同去做 例如一些顏色 可能大家會有些位置都合 然後可能有一些 例如有幾份 會覺得好像Benny的作品 就好像在我一幅畫裡的 某個場景拿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 我們這次的合作 我覺得幾有默契 Benny呢? 是的 其實我只是看他 可能幾個月前 在他的studio看過一次 然後中間就看過一次 即你有studio basic過他 是的 我有見過他 然後可能只看到一些項目 但其實不是看到那個 完成品很多 但是可能因為之前我和另一個 版話的阿端是有合作過 但是 可能我們三個的方向 和出來的那個質感 那個 風格 是夾到的 因為香港其實不是很多人 做這個方向的作品 是 說清楚一點 是甚麼方向 可能關於一些 文物 歷史 雕像 成像 的一些作品 其實不是很多 在香港一邊 是 其實兩位的practice 都很不同 就是Benny 其實他是我 R school 都算師兄 雖然他小過很多 他是做陶瓷的 但是他的陶瓷 不是我們一般認識 那些很漂亮的拉杯 其實他有很多都是一些 就是仿古物物 他自己對於一些 就是古代的一些性物 甚至是 在他的studio裡面 看到有很多一些 就是古典書籍的 就是有很多 譬如研究 歷代 不同的朝代 甚至一些的 陪葬品 其實那些都是有 很深厚的歷史故事的 那不如你又說一下 就是你又這麼當代 就是你又年輕仔 為什麼你會對這些東西 有興趣呢? 其實我本身都是 是入讀 高級的時侯才開始接觸 因為我以前 其實是沒有接觸過藝術 然後中學的時候 是沒有讀 藝術 就是沒有讀藝術 沒有修 然後我第一個 學期讀書的時候 就發現 其實我自己 是不是太好一些 現代或當代藝術 反而是很喜歡一些文物 就是一些部落的藝術 或是原始的藝術 一來就是因為當時 教我那位導師 他很有心機說那些文物 是的 但是去到 因為古代的東西 他有一種神秘感 即可能去到現在 你都會發掘新的物件 但那個新 其實他已經說 是五千年前的物件 但也都有一班專家去研究他 然後去推測他 究竟用什麼用途 或者是為什麼要做出來 還有當時的人 其實他們資源很憑伐的時候 都選擇去用很花很長時間 去做那件物件出來 就是好像 將人的那個生命 去貫注那個物件的時候 去發掘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的力量很大 是的 所以我就用這個方向去想 如果我自己做作品的時候 究竟可以 怎樣可以做回那種感覺 有一個氣氛的力量出來 那就選擇了文物這個方向 但是呢 那個題材上 我就 開頭其實我都是做一種仿效 就是好像 真的做回以前出現過的形狀 然後我再改一些 做一次 後來發現就是 在我做畢業作品的時候 我一來其實我還沒讀藝術之前 已經看很多動畫 以及收集很多玩具 模型的東西 然後 有一個學期我就是 完全不做作品 就只是看自己有些什麼的收藏 那就去想 如果這些的收藏 就是這些玩具 模型 去拿回好像以前的造型的話 它可以出來是什麼樣子 嗯嗯嗯 這樣就開始做這個方向 你就對古文物有興趣了 Jay其實我那天 我一直都沒有去看他們到底幾大個 其實藝術 如果你們去看 藝術也好 或者你們去看藝術 其實通常都會寫藝術 然後B 去你的年份 即是哪一年出生 那一看 原來兩個都這麼小 Jay是最小的 1997年 但是呢 我為什麼不會覺得你這麼小呢 因為其實J去做的所有事情 其實那份量都很重 歷史感很重 即是上次在我們這裡做的時候 是說的 即是香港是一個偷渡移民的歷史 那現在對我們來說 當然是很有感覺 因為香港有二次再移民 今次就不是來 而是出去了 那你今次呢 其實都是一個歷史感 即是 是一個 應該怎麼說 有很多你都是用以前 這個英籍時代 一些沒有一個香港人不認識的 即是維多利亞公園 現在我們是叫維園 其實它的名字 本來是叫維多利亞公園 因為裡面那個像 就是Queen Victoria 而另外呢 就是伊利沙伯女王的像 還有呢 大家都認識的 就是這個 在HSBC 匯豐門口的對師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很強的 英籍時代的歷史 那你為什麼會對歷史 尤其是殖民地歷史 你這麼有興趣呢 嗯 我想 應該說回 我其實一直以來 那個practice 就是很看一些 我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一些時間 而我怎麼去理解那些時間 或者那些事件的時候呢 往往是跟一些照片 或者歷史紀錄 去再理解回 那其實我現在很多practice 都是去用我自己的所謂創作的語言 或者媒介 去所謂回應 或者去再現一些以前的歷史事件 所以來上一次就是關於偷渡二汶潮 那是跟我家人 即是我爸爸那邊的關係比較近 那去到今次的時候呢 一開始我跟Benny談的時候 有個大概方向是我們叫關於性像的東西 嗯 那我就想了很久就是 因為對我來說 或者我自己一路的創作來說的話 有些什麼性像是最重呢 就是重的那個位置 可能是關於我自己的 可能也都回應到過來看的觀眾的時候 他們怎麼去理解那個性像 那我後來想了很久之後 我就找回一些以前 都不是以前 幾年前 還是COVID非常嚴重的時候 那我一次去了山頂那個立像館 那那時候呢 就完全沒有人的 因為呢 那時候沒有其他遊客 跟著 在香港的人也都不會故意去立像館 那基本上呢 就只有我和另外一個女朋友在那裡看 然後就有一個伊利沙伯女王的立像 那我就跟她玩了很久 就是搭著肩膀拍照 然後我跟她拍照 我幫她拍了很多close up 那我看到這一批 我之前拍了的照片 我就覺得 非常適合今次的展覽 那就是先由這個立像開始 跟著再下一步就是 找一些跟她相關 歷史跟她有關係 然後又不會是非常之太貼切的 那下一個就是 找這個 可以說她的祖先 或者她的 祖先畫 是 就是這個維多利亞女王 是 然後維多利亞女王 我又想找一個東西在她們中間 就是這個獅子的銅像 所以大概這樣去決定我今次裡面出現的一些東西 其實都是對的 因為跟我自己生活的環境 就是香港這個地方經歷過歷史 但是在我1997年出生 我真的沒有經歷過所謂英籍時期的香港 這個時間或者歷史對我來說 其實是比較陌生的 但是我又想了解 亦都是因為那種陌生感 我用一個後人的角度 再看回的時候 或者會有一些所謂新的角度去演繹 其實你們兩個說過說是真的很合適 因為大家都是對一些 你沒有身處過的環境 是充滿著好奇 真的會覺得那件事很神秘 你就是一個古代 其實這個英籍時期對於你來說 都是一個古代 就是現在你們都是在探索一個和自己沒有在那裡經歷過的一個時代 這個show的title就叫做無有之像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無有之像的意思是什麼呢? Benny說吧 對我來說 無有之像 我沒有直接跟回原本的出處 我純粹是用一種字面上去理解 就是 例如我裡面出現的一些雕像 銅像 又或者Benny他做的那些圖詞的像 對我來說 他的意義是很… 我會認為會比較虛無 但那種虛無是我們可以很多空間去演繹 那麼去到演繹的時候 即是我作為一個人 Benny作為一個人 Sharen你作為第三個人 對於同一樣東西的時候 可能會因應了我們自己本身已有的知識 或者成長背景 而對於這個所謂的成長有一個獨特的 或者有些跟我們相近 但又未必完全一樣的一個 interpretation 那麼我覺得用這個字去…這個字名去形容的時候 就很有趣了 還有那個英文名就是Icon 我想調轉就是 Achinity想的這個名字 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呢 他將這個Icon打破了它 即是調轉了一個字母的時候 我們對於它好像有一個陌生感 但其實它… 當你調轉的時候 它是指向一個Icon 那我都覺得幾好 這個展覽… 這個展名… 這個展名… 幾適合我們… 這作品 其實我自己的方向本身 我做的東西其實是由某種虛構 或者好像科幻片 裡面出現 或者動畫裡面出現的物件 但又變回像實物一樣 所以其實已經是… 由一個好像二次元的世界 回來現實 然後… 之前我有做這些 就是… 做完那個實物 又回到二次元裡面 那所以… 其實那個虛實之間的互換 其實已經是很回應到那個展名 嗯…嗯…嗯… 那說回剛才Jay 其實他們都說 其實他們兩個藝術 兩套的作品 似乎獨立 其實互相關係 互相呼應 即是有一些 好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怎樣在畫裡面 找到的一個拳像 原來跟Banny後面的這個 應該怎樣稱呼它呢 這個其實都可以叫它 一些聖杯的造型 OK 其實是有少少 好像在呼應著的 如果大家想看 怎樣呼應 就要來SC Gallery看 那… 那…當然 其實… 我的意思呢 譬如說… 那個關係其實是有的 嗯… 又說回你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 英籍的時代 那… 那我又…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我自己就很強的感覺了 即是他出生得遲 他又未經歷過 但香港人我相信 就算你說 你是否在九七前出生 或者九七後出生 其實你怎樣多多少少 其實你周圍文化各方面 都是包著擺這件事 你是不能洗掉它 或者不能承認它 那我想聽一下兩位說一下 譬如英籍時代 對於你來說 你的感受是甚麼 或者你怎樣去理解這段時間呢 哇…這個很難答 這個… 這個… 我覺得… 很老套說的就是那種 那種… 邂魔近南魔縣那種說法 就是… 香港始終本身它… 很難說它有一個很… 獨有或者很長遠歷史的 那種文化在那裡 即是你不像其他地方 日本它本身就有一個長時間 接著它自己國家裡面 也都好… 去發展自己裡面的文化 但是… 香港這個地方 始終有很多東西混在一起 即是我覺得 除了英國… 英籍時期 我想英籍時期 帶來的就是 它有更加多的文化入了來 而變成了 可能重慶大閒 有印度的東西 接著有很多伊斯蘭教的東西 還有其他可能中歐、西歐 不同的地方的東西 都在這裡出現 那種混雜感 對於我來說就是… 因為我是… 我都不是說… 由一出生就在這裡 我都是大約四五歲的時候 才來香港 那這件事對於我來說 那個… 有趣的就是… 很混雜 嗯… 而這種混雜呢 我覺得也是必然 因為有曾經的那個時間點之下 才去到現在這種狀況 嗯… 那我又想特別問一下你 你是特別選了 Queen Victoria 和Elizabeth 即是Queen Elizabeth 這兩個的雕數 那當然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上個立場館 即是… 即是… 你拍她 又搭著她 這樣搞了一輪 那其實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女王呢 女王 對於你來說 其實女王 對於香港人來說 其實她一直存在 但是又好像不存在 因為她在我們生活裡面 是… 除了可能你的紙幣 回歸之後的紙幣已經改變了 那其實基本上 你沒有什麼是 生活直接跟女王 但是她兩年前過世的時候 香港人又真是想不到 那麼… 那麼強烈 甚至有很多的… 就是藝人 我意思是 就是演藝界的人士 就是… 從來都不說 任何牽涉社會時事的事情 他們都會說 就是… 即是… 那對於你來說 你一個年輕人 那女王 對於你來說 其實是… 為什麼你對這位老人家 會這麼有興趣呢? 嗯… 英國說 伊爾西亞白女王 和伊多利亞女王 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位置 是…不是她那個年份 而是… 她作的那個象徵是什麼 即是… 例如… 在英國現在來說 英女王那個角色 其實她不是說 真是很實際 掌控了很多 所謂的實權 嗯… 即是你始終都由國家議會 或者很多事情去決定 手上… 是的… 但是呢… 呂王的這個身份 或者這個角色 她… 無論在英國這個地方也好 甚至乎在曾經殖民過的地方也好 她是一個… 因為所謂以前 Icon 就可能是會… 即是說聖像 可能會說是關於一些宗教上 但可能現在再闊一點 她除了一些… 宗教 可能還有文化 政治 很多不同的所謂… 人將我們自己的一些理想 投射了在某一個人物裡 或者某一個夫婦上面 我覺得英女王 即伊利西亞白英女王 這個某程度是一個… 挺有… 挺好 即是… 放棄現在香港這個contest 然後… 維多利亞女王又是另一個極端 就是她… 她是… 真是一個所謂… 以前那個王子 是… 關於皇帝那個王 那些人是會叫她 因為她真是在一個帝國裏面 她殖民了很多地方 甚至乎是印度 那時候印度的所謂那個昆皇 那時候 她真的掌控了一宗實權 那這兩樣東西加起來的時候 放在這裏就會有一個矛盾 衝突 所以我特地就是選擇這兩樣 很… 超越歷史的 但是呢 兩個不同時期的 所謂的成像放在一起 這樣處理 OK 那Benny對於你來說呢 是殖民時代 其實我… 我爸爸呢 就是… 他有公務員來的 所以其實他曾經服務過共鷹政府 是啊 那… 我自己的印象… 他是懲教 是 他是懲教 那… 他做了三十幾年 是 那… 我自己的感受很深 就是可能… 在一些服裝上 就是可能工作的服裝 然後揮號 還有一些建築 我們生活… 就是以前的… 配套或者一些設備 可能感覺上是比較… 用料比較好 就是要我去理解我 就是我對物料很執著 就是我很研究很多物料 那…如果我… 就是以前用的一些… 制服 或者一些… 公共用的設施 可能會比較好 就是我內容的程度 是 然後… 因為都是很小 很模糊的 所以… 其實九七我都不太知道 自己是… 只有三歲 對… 所以完全是很模糊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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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會聽回父母說 就是可能以前的政策 或者以前的一些… 東西是比較… 人性一點 就是可能… 對… 沒有那麼… 當你一個工具的 我覺得是 就是可能會… 是… 鐵心一點點 嗯… OK… 那大家對… 就是… 共同經歷過的時代 就算… 不是你… 可能你好了 或者你未出生 但其實的確在香港 一個很真實存在過的一段時間 亦都會影響 就是… 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或者你的價值觀 各方面 好了… 除了這個展覽之外 我想你們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你們在這個展覽中 你自己最喜歡的作品 是嗎? 你最喜歡的作品是嗎? 我一張最喜歡的 是… 名字就是 《女皇與皇帝》 是 英文是 《皇帝》 應該是 《皇帝》 應該是 《皇帝》 大家都聽到 就是一個拼音 英文拼音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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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爺爺他們的臉部很強力的 所以他有一間房間是專門放這些皇帝的朝族 漢朝一六帝的姓像都在那裡 我在這個套餐裡放一個維多利亞女皇的童像進去 兩個皇族的對放在同一個空間裡 我覺得我自己很喜歡這個 那你爺爺會不會不喜歡這張呢? 他應該不會看到的 這張就是你喜歡的 這個真的挺有趣的 那Benny呢? 我會喜歡深厚這個姓背 因為以往我一直都是用陶瓷做立體作品 我是第一次用銅和銀去做作品 我發現那個物料的轉換 原本其實我的練習是用一些可能膠 然後去煮做轉換做塗泥 然後我現在又用那個塗泥再轉換做青銅 然後那個重量和質感或者結構 是我陶瓷裏面是做不到的 例如這些幼身的結構 因為我原本是做泥 就是拉杯 但是其實它 因為就算燒完很硬正 但其實它也是很脆 是一個泥的質感 然後我鑄了一個青銅的時候 它就有份量的質感 是不是你這樣打橫幫它 其實扔落地也不會 上面會 因為上面是陶瓷 但是我很喜歡看文物 就是它又好像法國關出來的那個 然後青銅可以用一些化學物去仿效 好像幾千年前剛剛出土的質感 那我覺得那個呈現的氣氛 更加貼切我想做的事情 是 但我想問一下 陶瓷就是泥拉上來 那如果你用銀和用青銅 你創作成本是不是很高 是啊 這些是你要把師傅給他 還有香港呢 已經差不多 愈會鑄做銅銅的師傅 是很少的 之前可能也有些新聞說 可能有師傅退休 其實已經差不多失傳 可能香港數了 只有三四五個 只有首張數 這個你交給師傅做 還是你自己做的 這個我是自己拉杯 收完杯 之後我掃消完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陶瓷的步驟 要經過三個步驟 那我掃消了一次 因為讓他的結構硬一點 然後再去做一個 裸熱的石膏帽 然後再給師傅做鑄銅 所以這個就是師傅做的 這個 對 那個造型我做 但是鑄造 因為我沒有學過一個 都危險的 他要穿全身保護衣 然後夾著那個 液態的銅去倒下去 是啊 所以這個 藝術家創作的 不僅是整個思想 整個想法 時間 還有其實真的 很有成本 真的很丟本 是的 多謝 多謝 我知道我們這個 談得很好 我們時間好像快要 快要夠了 但是我還有一個問題 是想問一下 就是 現在一直都說 其實當代香港 現在的藝術圈裡面 其實是蓬勃了很多 比起 好像以前我來學校的老師都說 其實他們那個年代 是沒有什麼機會的 現在是多了很多 尤其是COVID期間之後 多了畫廊 也是多了很多新進的藝術家 但是現在COVID過了之後 現在香港的藝術圈 其實是一個機遇 還是有相當的困難呢 哪一個人大一點 我來講的話 我比較資足一點 我覺得機遇其實是多很多的 的確 除了在COVID期間 多了一些人 留意本土藝術之外 其實 雖然政府 他有很多面臨的問題 但是他這幾年放的錢是多了 在藝術 在藝術 當然他們要符合一些 他們所需要的 或者他們想要的要求 但是這些錢 的確確實實 是比以往容易 讓我們去拿到 你只要符合他的要求 那你就容易拿到 這個機遇上來講 的確是多了 但是 始終有好有不好的 機遇多的時候 還有所謂那個供應 就是我們畢業的人 越來越多 或者 不單止香港裡面 人家出面了很多其他 世界各地的人都會進來 在那邊畢業之後 就來香港 回來香港 那個競爭力都因而而而 變得更加大 是 於是 我形容類似一種很內耗 所謂內耗就是 例如我跟Benny 我們要競爭 我要 要繼續去做 繼續去做 不可以停 然後Benny看到我 我這麼努力 或者我用這麼多時間去做 這麼搶 他又沒有辦法不去 不去搶 不去搶 他就要搶 對 於是 我們內部就是一個 惡性場環 大家都很急 我自己也是 這一兩年都很急 然後 要很快地 或者要很迫自己去 達到某一個目標 某一個情況 對於創作上來說 我覺得是需要時間去停頓 是的 但是停頓的位置就是 你要選哪一個位置停頓 對於 是的 但是總括而言 我都覺得 其實比以前的確是機遇多了 Benny你覺得呢? 我也是覺得好了 機遇多了 因為 可能現在網絡發達 可能我們可以上網的時候 其實外國都有機會看到你的作品 然後 因為我又算是幾好運 可能一畢業就有一些機構 有一些畫廊可以做展覽 然後我好像每一年都會有 其實我想休息的時候 又好像又有機會 是的 就是好像 不知道 有時是那個 不是自己控制的那樣 是嗎? 就是你去很努力做作品的時候 很自然 那當然你要曝光 是的 如果你只藏自己不做的時候 那沒有人見到一定不行 但是如果當你去上載 或者你去分享 去跟人聊的時候 跟人說 那別人見到的時候 就會給你機會 那我覺得近年 對比20年前的一定是好很多 是的 不過關於取得這個問題 我經常都覺得 這個世界上是這樣 當你越取得的時候 即是說你在越備這個市場上 未知不算是認同 但是他們看到你 看到你 對你充滿著好奇 然後就會想找你做作品 那通常在這個狀況 你就 如果以我國內人來說 在這個時候就不要退 就是 因為你讀了這麼多年 應該怎樣都夠 十年 我覺得 你十年之後 或者去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就可能 就是你 真的要停一停 那麼 可能有些事情 要 某些位置 你可以選擇 來做的 但是你說 我要休息一休息 其實就 就不可能 這個世界上很邪 就是你 就是你 你一說停 就真的停了 有些事情 會是 所以 就是 我覺得 年輕的時候 的困難 其實是要享受 就是你去到一個位 什麼時候 沒有困難 就是大局已定 就是你那時候 出了八十 就大局已定 就已經 就不會再有任何困難 你想搶也搶不到 就是身體符合到的 應該都會繼續取 除非你身體符合不到的 對 OK 那 最後一回合 你們對自己的藝術發展 譬如未來 不要說得遠 今時今日很難說得遠 譬如未來三年 你們希望有沒有 去到什麼台階 我就 都計劃出去 再讀三年 嗯 看看三年 但你已經MFA畢業了 你再讀上去的意思 是讀個博士 是嗎 對 希望可以 這三年內 然後就離開香港一陣子 那你想讀博士之後 你打算會教書 在藝術圈那裡 還是因為你不懂 它似我想 現在的新 term 是教學藝術師 一邊教書 一邊做自己的事 即是Kurt 沒有 沒有 他一定 很難一點 我自己就 其實有計劃去 日本 或者去其他 歐洲地方做一些 比較大型的作品 對 因為在香港 空間上限制 就很適 或者立體作品 比較小 所以我未來三年 如果三年 就應該會 希望在日本 可以做到一個 對 即是有進行中 有 找到一些地方 對 已經有搜集到一些地方 所以香港的年輕人 其實很知自己做的 很知自己搖蜜 祝你們三年 願望成真 好 多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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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